今集邀請來的嘉賓 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 多謝校長你給我們時間 很開心可以和你聊天 多謝 我接觸你不是很長時間 但我發覺你的廣東話很好 你是否真的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 沒有用過這個語言 可能新的詞語我沒有那麼認識 但都記得 因為在香港長大 所以廣東話不可能記得 晚上睡覺數量的時候 說實在話 是1 2 3 4 不是1 2 3 4 不是1 2 3 4 不過最近很少數量 是不是 因為太好 其實劉校長香港的節奏真的很繁忙 你新了一段時間 習慣了嗎 如果用英文說 因為香港的節奏真的很快 是 是 在美國的時候節奏慢一點 因為大學的運作都不一樣 而且回來做了中大校長 責任多了很多 是 節奏緊承很多 是 你在中學受教育 之後就去了美國 是甚麼原因令到你 在那個階段 會作出一個去美國的決定 這個又是一個非常 怎樣說 我會想回一些很甜蜜的回憶 那時候我是小學和中學都是九龍性陽室 讀完方五之後 就去了黃隱讀御科 那時候我就開始想想 我將來是怎樣計劃下去 我覺得美國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 好像非常非常attractive 而且還有說 美國大學的catalog是印得很好的 跟英國也沒得比 英國也沒得比 英國也坐在那裡讀書 那些美國的校園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拿著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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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很attractive 網合人來 advertising 美國最厲害的 Madison Avenue 那些其實連校刊都是這樣的 那時候年紀輕 被人騙了 不是這樣 我想了很久 我跟爸爸和媽媽說 我不是怎樣想留在香港讀大學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大 而且我想去美國 那這個就是去意已經那時候萌生了 但去到實際的環境 是不是真的如那些marketing的說法 就真的有拿個backpack 周圍走很leisure 我有back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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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 那時候當然了 世事沒有你看廣告 完全100%的 但我覺得那種多元化的教育 就是說 我那時候在大學裡面 我又讀了音樂 又讀了藝術 又讀了哲學 又讀了社會學 又讀了美術 又讀了宗教 所以很多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就變成我的眼光 闊了很多 我剛剛想問 我知道你的專研項目 就是Stamp Cell Research 你的Lab裡面 其實都好像聯合國 甚麼人種的同事都會有 那你怎樣去管理他們 和怎樣跟他們相處呢 我可以很簡單地 用四個字的成語說出來 一個就是 以人為本 然後以事為則 所以人 是最重要的 第一 人是甚麼重要呢 人言為信 所以一定要有信任 你和任何人合作 那個人一定要信你 你一定要信他 第一步 就要establish 這步 有些甚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些甚麼事情要做的話 你要以事為則 因為你要focus 上facts 你不可以用感情 這些東西進去 搞到亂了大腦 這八個字 你是不是都會把它拿來 在中大這裡 這是我辦公室裏面 我自己和自己說的 不是 第一 要我自己為起名 段校長說一下你的姓 因為你的姓氣場很厲害 一聽你的姓 就令人想起金庸小說裏的段王爺 而我們也知道 中大學生仔 都已經叫了你做段王爺 就是你這個花名 其實姓段或段宇 是否真的和你有關係 尤其是你先說段王爺 其實很多美國的中國餐廳 都是叫我段王爺 真的 我打電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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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王爺 要甚麼今天 鋼燦鱼殼 段王爺最喜歡吃鋼燦鱼殼 就是這樣 那個地方懷河那方面 是段的路家 後來不知道甚麼時候 可能是一些戰亂的時候 就有一些聖段的後代 向西走 向西走 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現在的雲燒 以前的大禮 那些 意思是 ove history 因為段王爺是真的有這個人 所以段王爺那家在這裏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一楊子這一類的功夫 其實失傳了 我現在不認識 真是一樣子 不好意思 我們喜歡吃乾炒牛河的段王爺 到底怎樣大中大行出身的一頁 我們拭目以待 多謝你 段夏長 謝謝